酒吧內燈光昏暗 泰國女舞者穿著小可愛 以及超短短褲 隨著音樂節奏擺動 在巴達亞的大街上 另一群女孩高舉廣告拉客 希望能吸引觀光客注意 巴達亞去年吸引 1200萬人到訪觀光 其中有部分遊客 是為了這些脫衣酒吧而來 但隨著警方大力掃黃 這場景可能再也見不到了 泰國當局為了挽回形象 開始在市區知名紅燈區步行街巡邏 收訪觀光客給予正面回應 泰國當局為了挽回形象 開始在市區知名紅燈區步行街巡邏 收訪觀光客給予正面回應 住民海灘治安改善 遊客也感到更安心 巴達亞當地也從3月25號起 推出快樂區識別標章 警方認證後會貼上貼紙 提供遊客安心消費 扭轉情色海灘形象 記者綜合報導